士兵正准备解决敌人 战友却一把拍掉他的匕首 只因战俘要得到优待 却没想到意外发生 为了战友的安危 俄军当即选择撤离 可没想到狗活的恐怖分子 竟还要作死 回城的路上 红伴终究还是睡了过去 而就在这时 战俘却发出了戏谑的声音 士兵被瞬间点燃 他一把拎起俘虏 直接从万米高空上丢了下去 而这个行为 也导致了他被军队革职 本以为士兵将永远的告别战场 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 此时的北约与南联盟发生冲突 美国派出了数架战机 对着南斯拉夫地毯式轰炸 许多平民在这场冲突下无辜丧生 然而在这种事态下 阿尔巴尼亚的恐怖分子 竟在此件系趁火打劫 不过他们死到临头了 因为军方为此事找到男人 想要特派他去当地 训练塞尔维亚志愿军 而今天 男人就带着志愿军盯上他们 绝境之下的武装分子 竟挟持平民作为人质 可战斗民族根本不惯着他 没想到另一名敌人眼疾手快 等俄军士兵反应过来却为时已晚 而这次的大意 间接地造就了一场危机 由于武装分子得到了北约的帮助 当地的军用机场被迅速占领 因此俄国防部 不仅派出一支特种作战部队 还有一支维和部队也在赶来的路上 势必要在北约到达之前 将机场驳回 这个玩具 掉在了退役特种兵脚下 他刚想起 却突然遭遇袭击 大巴车被武装分子截停 然而他们不会想到 自己竟亲手迎来了此事 恐怖分子以例行搜查为由 让所有人交出随身物品 然而男人长得太帅 却招来了不必要的疤痕 那很快 大叔将要为自己的言之美 惶恐之下 一名女人战战兢兢地递出正解 可没想到 美丽也是一种原作 武装分子迫不及待的 想给他打伤一针 全然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死神睁开了双眼 男人瞬间掌控了局势 警戒命令众人迅速上车 然而他只是打晕了反叛军头子 就一同逃离了此地 殊不知 这却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众人来到镇上 第一时间找到医生救治伤员 随后男人以为一切尘埃落定 便默默地离去 不料他前脚刚走 恐怖分子竟又杀了过来 他们抓来当时的大巴车司机 逼问男人的下落 可司机宁死不从 随后为了得到男人的下落 带走了所有平民 因为恐怖分子知道 他一定会回来营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即将迎来的不仅只有男人 还有一整支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 女狙击手一锁 不料竟被敌人发现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 女兵意外受伤 让武装分子侥幸逃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德方的一支特种 早已在他们的椅子 等待着鱼儿上钩 战斗民族的火力输出下 敌人差势溃不成军 反叛军想要突出重围 却不知道 前方早已射下了天罗帝王 在俄军的火力覆盖下 武装分子的进攻被成功击溃 可还没喘几口气 敌人更为强力的反扑即将到来 本以为这能将俄军压制 为此再次发起了进攻 但没想到 俄军早已死死锁定了进攻的通脑 然而俄军士兵的反击 还远不止于此 面对源源不断的恐怖分子 士兵竟驾驶着油罐车 静止冲向敌人 武装分子健壮 迅速集结火力 对着卡车疯狂轰炸 然而为了掩护战友能提前跳车 士兵抄起机枪不停扣动扳机 面对狂轰乱炸的炮火 战友丝毫不惧 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退路 在这过后 两拨人马都已死伤惨重 更糟糕的是 俄军几乎已是弹尽两举 可没想到这时 敌人竟又发起了进攻 俄军为了抵挡 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 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选择撤退 但恐怖分子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因此战斗民族选择宁死不屈 千军一发之际 俄罗斯维和部队赶来 恐怖分子健壮当即落荒而逃 至此影片结束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999年 恐怖分子与境外势力达成合作 协助北约军登陆科索沃 占领了斯拉蒂娜机场 为此俄方派出维和部队前去组结 我是郑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